綠綠的一點一點的話是什麼?就是螢蟲 這是螢蟲 那這是在一個關係的有機農場裡拍攝的 因為這個生態已經非常好 那另外一個情況的話是蜜蜀樹蛙 是蜜蜀樹蛙,因為憑你現在推有機場 所以現在樹蛙的話已經發展起來了 那我們今天可以看一下這張圖的話 這張圖的話看起來會很非常陡峭 但是你可以發現它有沒有土樹蛙 它沒有土樹蛙 所以只要有樹木的地方把它 在陡的山只要有樹木的話它就不會土樹蛙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麼好的一個山景裡面的水會非常多 你看水是不斷地流出來 所以水是水的湯箱 那在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的話你看 像是一個古墳的那個綠色隧道 它旁邊的話叫土木 那個土蘭果 那這是一個古墳的某小學 它的校園裡面有一張榕樹 你看小學生 小學生都不會去怎樣 都不會去爬 這會非常怪 有生就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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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漂亮 那那邊是台灣南雀荷 其實在這裡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的話你看像這種樹坑盤序 你看一下 你現在它下大裡頭怎麼樣 都不會土樹 既然你看到這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照片的框框是用什麼做的 這個框框就是什麼 舊的那個窗框 舊窗框就是舊人在利用 看起來是很自然的 這邊是一個偶射良 那我們這一片的圖畫的話 最主要代表的是什麼 它這畫裡面共有一個顏色 共有一個特色就是什麼 每顆畫裡面都有什麼 都有那個樹 所以即使樹對人類啦 對昆蟲啦 對鳥類啦 都非常非常聽 都非常重要的 像這個自然界的東西一樣 請問這顆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張 這張是澳洲的山 澳洲的安樹 澳洲的安樹 你可以把它看一下 澳洲的安樹 那裡很多人在那邊排隊 拿什麼東西 這是一棵樹啊 不是 那個是安樹林 哦 安樹林 對 那下面整個是 這個是台灣西木林 是台灣西木林 是台灣西木林 那這一棵是在哪裡啊 這個是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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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那個呢 上面那個 那個是 銀杏樹 那哪一個國家 對 應該是北方的國家吧 因為那個 我們台灣沒有 台灣很少 台灣很少 這個小朋友 這個 這個 說不定 在這裏 其實 我們那個農舖 我們在農舖裡面 那邊也有一棵啊 農舖出口那邊有一棵啊 大風舖進來 不是有一些 人的那個 通膠嗎 那個也是農素 那個都可以補 那個是農素 對 不好意思 我們正在做錄影 是 好我們再繼續好嗎 我們再繼續好嗎 那我們這梯的話 我們這區的話 最主要是在融灰炭 就把那個有機真灰炭 把那個用有機的方法來種植的話 就把那個炭固定在土壤裡面 其實有機質的土壤裡面 大概有到4到5% 4到5% 4到5% 那 假如說一般冠型做法的話 它就有到1到2% 所以假如說 有機質 就是 土壤也可以灰炭 就把那個 灰炭 灰在那個土壤裡面 對 什麼叫做有機真灰炭 那不是有機的 就不會灰炭嗎 因為 你不是有機的 你又進化解灰炭 化解灰炭裡面的炭 灰炭的土壤裡面 只有到1到2%而已 4到5% 會擠在土壤裡面 那你一般來講 就有1到2% 你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土壤裡面 這只有 萬血龍法 只有1到2% 而且那個土壤的話 這個已經快 就有1到4到5% 所以那個 絕對不一樣 所以這個 寒灰熱炭比較高 對 那我們這邊 這片菜的話 都要吃 都是用有機土去種植的 像這個銅河的話 大概是 4個禮拜多而已 那邊的那個 農本我舉 是10個禮拜多而已 這就是不同的菜譜嗎 對對對 所以我們這是用有機 有機栽培的方式去種植 請問一下 這個有機的 就是不灑農藥了 沒有 我們這邊都沒有灑農藥 所以有些 有些菜的話 就有那個蟲在吃 這看起來還那麼多 還很漂亮 對 但是這個 因為我們竹枝的話 就是非常漂亮 它的根性很強壯 所以一頭比較沒有電蟲汗 對 所以不是說有機 都一定有被蟲吃光光的 絕對不是的 對 一般都是認為 像我們這個 奶油白菜也是一樣 這奶油白菜也是一樣 你看 也沒有什麼蟲蟲在吃 這一場都會吃 結果 我們這個時候 我去種子 絕對不吃不農農藥 所以並不是有機的 就一定會有農藥 沒有沒有 有機的話 有機的話 就不灑農藥 有機梳塞的話 不用化水灰藥 不用除草劑 不用那個 看起來 你看都很漂亮 對 都很漂亮 大家都這樣講 對 但是其實我們 我們不可能去灑農藥 喔 這樣 對 像個蘿蟲 那個作為我去也是一樣 也是非常漂亮 都沒有種在吃 那有肥料嗎 因為看起來很肥 我們都像有機肥 有去堆肥 對 看起來很厚 對 對 這個是什麼菜 那個是那個 那個是那個 那個朝鮮祭 嗯 朝鮮祭 那是朝鮮祭 是吃它的葉子嗎 沒有沒有沒有 吃它的花 但是它現在還沒開花 嗯 吃它的花 要不要說一下這個 沒有那個只是一個 做一個木炭的 叫做生物炭的 對 那是一個生物炭的 就是不必要的那個 那個素枝啊 還有數位的話 怎麼轉換變成生物炭 然後就可以回饋到土壤裡面 就可以固炭 對 把那個不要的 不然你把它燒掉 這樣就全部燒掉了 嗯 非常可惜 這邊是怎麼樣 那個只是一個企劃 就是把那個 不要的稻草 廢氣的稻草 把它壓縮變成一個 燃燒棒 把它變成一個燃燒棒 嗯 變成一個燃燒棒 燃燒棒的話 燃燒棒的話 然後再去做一個燃料用 那個是一個爐子 就是 等於我放木炭 燃燒那個一塊一塊的 把它放進去 然後上面 放一些可燃的東西 說可以點頭 就可以煮菜 煮飯 煮湯 那個你把它放進去 這個像這個 經過壓縮的話 它 一放進去 大概可以燃燒到四個小時左右 三個四個小時 五個小時 那才會晚上完成 謝謝 不用客氣 那我們那邊的話 是新行動 可以拿一個爪子 去做一個喜願 好 那接著的話 他們那邊可以花爪子 給你 你們來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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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很高兴